大家好,我是台南的經理法委員羅晋昌 很高興你們收看我們的節目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報告一個就是 我們台灣的既職教育 我們台灣的既職教育的問題和它的改進的方法 到底是什麼樣的 我們知道說台灣的既職教育來說 是因為我們目前的被弱化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這麼多學生 他突出出來說找無頭路 加上企業他要找人找無頭 這種就是協用落差的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後果 這麼多的問題就是在我們台灣 技術職業教育的簡稱就是既職教育出了一些問題 我們台灣的技術職業教育出什麼問題呢 我個人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們技術職業教育來說 出問題就是我們應用到台灣 幾十萬學生的技職教育 我們並沒有相關的一個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並沒有相關的一個法規點而已 以前大學有大學法 引導的這整個大學的發展 跟他的方向 但是我們這個技術職業教育法 我們從民國七十四年拿出來之後 但是都一直都沒有辦法完成 一直到民國 一百二十三年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四年 已經經過了超過三十年的時間 那時候台聯 在立法院 我還在教育委員會 那時候才來推薦一個 技職教育 那時候通過 我們知道在這三十年裡面 我們台灣來講 就是因為我們長期沒有一個 引導規範的一個法律 所以造成我們整個的 技職教育的混亂 有什麼混亂呢 我覺得造成我們台灣 目前的技術職業教育 有三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技術職業教育的 教育體系混亂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產學關係嚴重脫節 第三個是缺乏道德的教育觀念 這三個問題其實說起來是很嚴重的 第一來說就是 這個教育體系的混亂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我們職業教育來講 本來是銜接國中畢業 國中畢業的 上面蓋入銜接的是基礎的職業教育 就是高等中學職業法 跟中和高中的高職部 就是說這是高進跟中和高職的高職部 這是我們提供的 基礎的職業教育的一個機會 還有基礎來說就是一個所謂的專科協校法 我們的專科好好 以前台灣有這麼五專、二專、三專 很多專科協制提供中間的職業教育 還有基礎 最高等的就是一個科技大學的職業教育 本來是透過這個系統來提供我們一個環境的職業教育的提供 但是 我們知道說 後來來說 我們這三十年以來 裡面 我們的很多大量的專科協校 都改為技術學院 後來甚至還有 該做科技大學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後 我們台灣進行病毒公司 職業教育的體系 已經被打亂掉了 而且中間中間這個改善已經被掏空了 我們現在這麼多 你突然出來了 你直接要跳到那個什麼 跳到那個什麼科技大學 但是這有一個勘戰 你這個分年必須不再落實去 所以這是第一 就是說 我們現在整個的基礎教育 它有這麼多混亂的現象 你沒有知道 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來分年 學生也沒有一步一步來做學生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地 說 我們這整個的 基礎教育 就有問題了 再來就是說 這些基礎教育 提到它本身有什麼 再來 我們這裡這麼多 目前來說 我們的目前的大學法裡面 並沒有像以前我們的高等職業教育法 跟一個中和高等中和學法裡面 我們規定就說 這應改職業教育 即職教育的要分類設 分類設效 對像以前就說 高工就是高工 高商就是高松 農業就是農業學校 婦女就是婦女學校 我們大學法並沒有這種規定 所以說在這個情形下來說 我們這麼多 目前這個 所謂的普通大學 普通大學 他們目前為了配合就是 這個產業的需求 我們這麼多 也往這些職業的訓練 這方面來發展 所以譬如說 中和大學高價也是季質化 但是以前來說 我們這麼多 所謂資深的這些 科技大學 漸漸都成立很多的文理學院 還有一些專科 該做大學的這些 所謂的專科技術的大學 科技大學 也很多可能就是 因為可能就是 經營成本的考量 文化上的經營成本來說 比較不需要設備 比較不需要組織 所以哪都大量的去成立一個文化上的學 所以造型就是說 我們現在來說 在高價的大學 中和大學 普通大學 技術化 科技大學來講 也有很多的 這個文化上的情形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造型就是 我們這個社會上 不用很多 不是說 我們這個社會所需要的 所謂的冷門科系的這些學生 這些學生 畢業出來之後 當然對市場的需求 絕對沒有錢 沒錢 所以就這麼多人 會減到的信仰 這就是說 我們整個的教育的體系混亂 所造成的這個效果 第二 我們目前技職教育的問題就是 這個 我們現在 這個 課程內容 我們的訓練和產業 有嚴重的落差 我們為什麼 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以前來說 只有透過 要讓我們的職業教育 技職教育和產業結合 透過這個 這個 這個實習跟建教合作 這兩行來做 現在目前 是改變 大部分都是用這個社會 產業合作的 但是不管是建教合作 還是說產業合作 我們所有 都不夠積極 只有在 只有在建立在這個社會 這個制度而已 但是 並對它的利用 並不說 很認真地 在推薦 在這個情形上來說 我們目前 很多產業合作 還是建教合作 都倫圍是一種什麼的 一些手工商業 不要聘用 勞力的一個來源 甚至如果要到 那就是 必須使用低薪剝的一個 什麼 的一個管道 一個工具 所以在這個情形上來說 我們 大家要用這個 來做我們這個 結合的產業 我們的 教育跟產業密切結合 這是不可能的 其實說來 我們要這個 產業跟 教育跟產業密切結合 更加就要 由 這個師資 學生 跟 這個課程 這三行 只要有材料 來把我們這個 產業 做適當的一個結合 我們私自來說 因為我們目前很多 技職學校的老師 都來自於普通的這些 普通的大學 他根本 畢業以後 就沒有經驗 就來這個 技職學校教育 他如果來學校教育 只要他就任意 他幾乎 一四人都在好好教育 他就跟產業 就完全又脫節了 你看一個 完全沒有這個 業界經驗的老師 他要把他教出來說 一些有材料 說 馬上來 業界實用的 這些 絕對是不可能的 所以台南 在我那時候 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台南黨有提上一個 就是說 一定要有這個 記職學校老師 一定要有業界經驗 再來就是說 業界經驗 也要有這個 定期的更新 後來 因為 國黨的協商 有壓力的時候 後來 是 有通過 但是 只有通過 只有一年 要有一年的業界經驗 再來就是說 兩年 要 有半年到業界的 一個實習經驗 這個 台南來說 我們認為說 其實說起來 這一年 其實可能也是 還不夠 雖然這應該要慢慢 如果一年 還調整到兩年 三年 這個 業界的實質經驗 再也讓他做這個 再來 有關 兩年 要去業界實習 這也是要看 你夠不夠 你的決心 有進行 所以在這來說 比較危險的就是 台南沒有立法委員 所以到目前為止 看不出來說 我們這個教育部 或是說 有最方便的 立法修正的 努力 這是第一 我覺得 這是業界老實結留 第二 就是 學生來說 私之以外 學生來說 我們以前來說 對技術學生來說 幾乎是 完全是 只有說 不反對學生 回來 繼續受教育 但是並不認可 鼓勵 切絲 在我們的 技術職業教育法來說 我們是有加入這個精神 只是說 可以優先錄取 但是優先錄取來說 還是太過於消極 我個人是建議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很積極的建議說 你學生 比如說 你有這個業界工作的經驗來說 你在入學生 可以給他一些什麼 比較優惠 或者是具體的一些獎勵 在這個經營下來說 我們創英文總統 你國中比起來 你就去實習 我們說一下 什麼人要去實習 實習 實習當中 我沒有什麼 我還要讀一間 沒有機會 另外說 我們可以說 你有這個工作經驗來說 你可能是 有怎麼樣具體的加分措施來說 我去工作的話 這實習對我有實質的幫助 這樣就知道 我們落實就是 鼓勵學生去工作 去實習 因為 學生有這個業界經驗來說 我相信說 他還要來討施 他的心得 他的感想 他的體會 跟你完全沒有討施 一定是不夠的 所以在這個經營下來說 我覺得 我們的學生 孩子來說 只要有材料 技術職業教育 做到 經營很好 這是有關學生的部分 最後你說像這個 課程 教材課程這部分來說 我們目前來說 對這個 技職教育的課程來說 以前可以說 完全是沒有任何規範 現在目前 技術這些制法 有要求就是說 要兩年來定期 它的課程基準內容 要兩年檢討 這是有一個 要把這個觀念 要讓你這個課程跟 這三個結合 有一個 起頭 但是 我個人認為 這也要不夠 因為這樣都不夠 你兩年檢討 在課程內 但是 這個課程基準 它的具體的方向 是什麼 這說法也是 夠有辦法 要再進一步 下去釐清 再來就說 你要檢討 你要怎麼樣跟業界 來做這個結合 這都是很多 要再努力 要再說 台南 雖然說 目前沒有立法委員 在立法委員 不再來 實際上來幫忙 推薦這些 但是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政府應該是 已經有了它 這個計時教育法 已經有了以後 我們一定要把它 更繼續的 落實 就往更好的方面來發展 這是第二的問題 第三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教育 技術職業教育 比較缺乏 道德觀念的一個教育 這是因為 我們知道 這其實說起來 這不是說 技術職業教育 這其實說 我們經國的教育 裡面 本來就是要重新做 道德 不然你看 台灣這麼多 連學 連老師的 什麼錄文抄襲 什麼學校學生 什麼狗屁頭照的事情這麼多 那就是都沒有 中式的這個 道德的觀念 尤其你職業學校的 技職學校的 學生 他 他一所 特技來講 他就是要跟社會 有互動的 你看如果說 沒有這個 職業道德的教育 或訓練 還是說在職業倫理的 觀念的情形之下 他這麼多 有可能他所做的 就是都會跟這個社會 有所相害 所以 像我們說 像台灣發生什麼 食安問題 或者是各種的 這些 想文 我們可以說 這個問題都出在 就是出題說 我們在教育目標 就是這些 道德的問題 台聯來說 台聯所提出的 技術職業教育法 裡面 有提出道德的規範 但是 比較危險的是 在這個 尤其是 同規技術教育法 裡面 像是一條 要重視職業道德 要跟他一句話 這樣 所以說起來 只是企業部 還要努力 還有很多 我是台南的 立法委員 羅進昌 今天跟大家報告 是 我們目前 這個 技術職業家裡 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跟他 應該要努力的方向 感謝你的收看 來等個貴心努力 謝謝